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委托人 他将会在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里出场 你们知道他是谁 《思情高丽》 《思情高丽》呢 《思情高丽》呢 唱过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 但是好像 就基本上大街小巷都能听到 这首歌叫《思情高丽》的伤心 其实这首歌是家喻户晓 很多人都会唱 但是呢 我知道 因为这首歌 你得到了很多 同时也觉得 这首歌让你有一些伤心 这首歌的名字叫《思情高丽》的伤心 但它其实讲呢 不是我个人的伤心 但是我唱完这首歌以后 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我的伤心 对啊 我之前有这样的质疑 因为我很担心 就是大家会对号入座 其实这个还好 我觉得就是 因为是我的第一 就是是我的第一张唱片 我觉得不管唱什么样歌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其实最严重的 其实是我的家人 我妈妈 因为就在网络上也好啊 包括她的一些亲朋好友也好 其实当有一点小成绩的时候 我是开心的 但是紧接着而来就是 更大的一些不开心的 别人就说 啊那个谁谁 我妈妈是医生嘛 哎那个王医生 你女儿原来是那样的啊 抽烟喝酒啊 什么 什么就每天不务正业 然后原来她在北京上学 就是 就是那样的一个坏女生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妈就很近 然后我妈就直直直直放一下那歌词 什么爸爸妈妈还是 山盟还是离婚呀 就这样的词 我妈说告别你给我回来 然后我就飞回了一次老家忙 然后我说怎么了 我妈说 我禁止你以后上台演唱这首歌 我妈说如果让我听到一次 我就跳楼给你看 啊 这个当初的创意是谁提的呢 其实这个是唱片公司的一个企划 但是很多人就误认为这是我的生活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可能有这么样的负面 再加上有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 质疑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 因为上面讲爸爸妈妈还是山盟 最后还是离婚嘛 无论是从家庭还是在社会 那个时候都给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其实你的家庭很清楚 因为我爸妈是离婚了 我妈说 我妈说这辈子可能是她做的唯一的 就是她感觉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可能就是她离婚这件事情 但是她说高丽你把她唱出来 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她觉得这件事情可能 所以本身是歌词 歌词写的时候那是一个歌词的含义 但是最后却跟你的生活会有一种 所以我妈周围的人 所以你妈不接受 所以我妈妈那些同事 包括我的一些家人挺不理解的 说四亲高丽你是想红想疯了吗 你要把自己的家事唱出来 可是那个时候 就刚好我的音乐老师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四亲高丽 他说虽然有很多质疑的声 但是呢 他说他希望我能继续唱下去 他说 你如果信任我 把你下一条唱片完全的交给我 我来给你写一首歌 他说但是 他说我不能确定 终究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但是我希望他能给大家抹去 对伤心的 这首歌的一个 大众的一个印象吧 这个人是谁 他是我的音乐老师顾峰 也是你今天想要感谢的人 是接收人 来我们掌声 对 著名歌手顾峰 先问一下顾峰 怎么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去找四亲高丽 因为他其实几乎已经放弃了 对音乐的梦想 放弃了这个事业 我就说 这个 你 如果你这样沉寂下去的话 那你可能 你非常 排斥的那些 东西 你害怕的那些东西 那些烙印的东西 反而会 最终 真正的让别人认为说 那肯定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那你要继续再唱出来 用 其他的这个作品 最终 是我创作了一首 就是我们两个合唱的一首歌 这张专辑叫爱上你 对 然后我们俩合唱那首歌曲叫犯错 其实 就是 他 顾峰跟我讲 其实也世界上 我估计也只有他一个人才会这么说 他说四亲高丽 你要爱上你的声音 你要爱 你要爱上 就是 我 我刚才也 我刚才也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他来找你 你要听他的 我们先听他们唱歌 看他们现场的反应 然后我们再聊 来 有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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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不是代表我的错 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我只是还没有想好再怎么对你说 承诺不是代表我的错 伤心不是唯一的结果 只想再听你说一次 你依然害羞我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我每天都沉默的难过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为什么还要不理我 你什么都不肯对我说 请你不要再沉默 什么不是代表我的错 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我只是还没有想好再怎么对你说 如果不是代表我的错 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我只是还没有想好再怎么对你说 你依然爱着我 你依然你并没有犯错 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我每天都沉默的难过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为什么还要不理我 你什么都不肯对我说 请你不要再沉默 请你不要再沉默 请我不是代表我的错 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我只是还没有想好再怎么对你说 这次大家都看在眼里了 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 你们俩现在都是还单身吗 我们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通常单身到我们现场来 我们俩就很喜欢 你都喜欢试生恋是吗 这件特有成就感 歌谈情侣是很浪漫的 事实胜于雄辩 这样一首合唱的歌曲 其实是把他们俩的命运都改变了 没错 他们俩是一加一大于等于 我觉得像个奇迹一样 当时因为这首歌推出来 时间挺短的 就已经登上了 基本上国内所有的 排行榜的第一 然后比如说当再有人 问到那个什么伤心的时候 虽然我还是不是 会很好地去回答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走出来 那一篇已经翻过去了 你是委托人 他是接受人 你要表达谢意 在你演唱之前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顾峰说 对这个你生命中 很特殊的男人 同事 搭档 师长 朋友 对 就我希望他可以 没准还是伴侣 就我希望他可以少抽一点烟 然后少喝一点酒 然后自私一点的 都给我写出更好的歌 同时我也希望他能把他自己的专辑 能把他自己的个人事业发展得更好 因为确实我耽误他挺多的 这完全是两口子之间的叮嘱啊 对不对 少抽烟少喝酒 我老婆常对我说这句话 是是 哎呀 好啦好啦 说者无心 越争辩越 越模糊了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二位 对 今天是你一个人唱 还是和顾峰一起唱 我们两个人会带来一首合唱歌曲 很中国风的一首歌曲 名字叫猜 对 四星高丽经历过了伤心 经历过了犯错 我猜了 她接下来的生活会怎么样呢 你这个字 以贪 有请 我还是收不出来 接受你的表白 我还是害怕伤害 我还是在徘徊 太多的温柔到来 不知该不该爱 希望你也能明白 我需要你的等待 你别让我猜 我猜不明白 什么话说不出来 什么事不能看待 你别让我猜 我猜不出来 我猜不出来 就让我继续等待 等你想好了 你以后 说出来 我还是想出来 接受你的表白 我还是害怕伤害 我还是在徘徊 晚上这样的女孩 在骨头向不开 希望你能说出来 不要再让我等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